子凌 開麥 哈囉 那今天呢 我們這個 子凌開麥的節目喔 我們到現場來邀請到幾位呢 真的是 青春 年輕 然後呢 也是這個 俊男美女的代表喔 不過呢 我覺得他們今天是蠻有運動風的 到底是 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 今天子凌來參加一個高雄斯巴達的記者會喔 那 我就很好奇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就想說 欸 什麼叫做 斯巴達 高雄斯巴達喔 對 然後呢 看到我們幾位呢 來幫高雄斯巴達代言的年輕朋友們 我就覺得說 哇 這個一定要來參加 而且呢 要邀請他們來上我的節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我想我們首先要先請誰來跟大家打招呼呢 欸 大家好 我們是BTOD 大家好 我是子凌 嗯 好 我是張龍 很好 我們都很有默契 大家好 我是梁書函 對 那我們今天其實來到高雄參加這個記者會 那到底什麼東西是斯巴達 大家都應該聽過斯巴達三百壯士 有聽過嗎 就不管是電影還是那個故事 所以 呃 斯巴達就是有這種感覺 就是一堆很壯的人在跑步 哈哈哈哈 你心裡已經有那個畫面了 但其實這個沒有限制說誰可以參加 這個賽事呢 它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障礙賽跑 就你在跑一個馬拉松 可能假設十公里好了 但中間會有十幾個關卡讓你去突破 有可能需要搬重物 有可能是需要爬東西 有可能需要匍匐前進 這種關卡 你們大家都參加過嗎 對 我們 有參加過兩次這樣 對 但像是我們也是沒辦法說 全部的關卡都做到位 對 所以有些關卡 像是它有規定說 假如你沒有做到 它就要做波比跳 對 就是類 什麼叫波比跳 波比跳就是 呃 斯巴達 太合跳加福利挺身 對 好 福利挺身然後再開來跳 對 對 就是一個懲罰的概念這樣 對 所以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男生 我們覺得訓練一下肌肉 然後體力啦 應該是還蠻不錯的啦 可是 像那個梁舒凱雖然你演過女兵日記 然後呢也得金鐘獎了 但是你可以嗎 可以啊 因為我覺得運動這件事情呢 其實它除了你本身自己訓練 就是身心健康之外 我覺得它蠻有趣的東西就是 它可以去讓你了解你的肌肉 因為其實不是說運動 就是像我們在斯巴達跑步那些東西 它是一個 它其實有點算競技型的運動 就是你會去看 研究你的肌肉 例如說 不管是扛沙包啊 或者是長跑啊 或者是使用手腳兵用的攀爬 那其實都是考驗你的協調性 然後斯巴達它也會 所以未來會納入奧運的其中一種項目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對 除了力氣以外 它是需要動頭腦的一個運動 我覺得聽舒凡這麼講 就知道 它好像對於運動肌肉都有研究 那你們三位呢 三位這個 BTOD 像我之前也有去跑過一次斯巴達 但是其實 老實說不簡單 就裡面的一些項目是需要有難度 甚至需要合作幫忙 對 而且我記得我們有一次是爬一個 類似要拉一個繩索 但是它是一個很斜的斜坡這樣 然後就有一個人 他就是 他可能很緊張 就一個路人啊 對 他可能巨高症 然後我們就一群人這樣 幫他推 所以我覺得它也是一個需要大家 對 幫助合作的一個競賽 其實蠻好玩的 蠻需要意志力耶 因為如果你爬上去 然後突然中間害怕了 然後 下來都要收 可能會滑到 然後受傷 對 那你們 來 對 麥克風 麥克風有限這樣子喔 好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你們覺得自己有什麼特質 是可以符合這樣的一個代言嗎 然後呢 雖然說大家應該對BTOD 子前七陽張龍應該 還有舒涵也都蠻認識的 不過呢 我剛好像沒有正式介紹你的意思 等一下喔 可能有些 我們的這個觀眾 聽眾朋友 不太知道 齁 來這個全明星運動會第四季的籃球成員 是子嫻 我是全明星運動會第四季 大家好 我是子嫻 我是全明星運動會第四季的成員 哈囉 還有呢 就是現在正熱播的大嘻哈時代2的選手 還有齊羊 哈囉 我是齊羊 然後在節目上面叫 Young Boy Melody 哈哈 對 還有呢 就是奪過超偶第四季的張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龍 那舒涵應該大家還蠻熟悉了 所以呢 好 就什麼特質呢 自己是符合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代言啊 高雄示範的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們BTOD都是從街舞開始起家的一個男團 就是 街舞唱跳男團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跳舞開始 從小就在跳舞 所以我們應該算 運動希望應該算不錯啦 對對 然後我以前是跳 Breaking 就是在地板上轉 哈哈 就是要支撐一些力量 所以我的身體應該還算複合得了這個競賽這樣 那我就不知道張龍 我就不確定了 沒有沒有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都 都沒有辦法完成 但第二次去的時候 就蠻多東西都已經 就不會到害怕 有練了 對對有練了 因為跟他們一起跳舞 然後就比較了解自己的身體 因為一開始我都是只有唱歌 然後第二次我覺得 比較不一樣的也是 我也比較想要敢去冒險一些東西 我覺得斯巴達障礙跑競賽 很像你去遊樂園的感覺 因為你可能去遊樂園第一次 你不敢做設施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很可惜 然後第二次一定會做到 這樣 所以我覺得斯巴達障礙跑競賽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對所以我們的特質是 我是覺得說 像是我們是比賽出來 不然超級偶像 或是街舞比賽 所以我們就是 呃 滿習慣在這種逆境中 要求生存 然後要一直勇往直前 不能放棄的這個精神 我覺得是我們身為 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因為你不太懂得怎麼保護自己 不管是你的運動的衣服 精神性的衣服 你不知道怎麼去使用 所以女生 我相信很多女生 她是不是國高中 都最討厭 體育課的時候 男生就會一直在那邊看你跑步 然後你就覺得很討厭 所以我小時候其實是很排斥運動 可是因為我拍了戲之後 那沒辦法啊 你的工作你去 然後你強迫自己去運動之後 你就會發現 欸其實我蠻喜歡運動的 然後在運動的當中 你可以學會很多 不管是對自己身體的認識啊 然後還有怎麼樣 讓自己就是 再更健康一點的生活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所以很開心可以有這個機會 推廣運動給大家 嗯 我覺得舒涵剛剛講得很好 就是說 對自己的身體啊等等這些 就會更加認識 不過我很好奇 所以男生真的會 像舒涵說的 你會不會去觀察 誰啊運動的樣子這樣子嗎 誰要先講 隔壁同學有這樣說 應該說 因為畢竟是跳舞的 我們很常看別人跳舞 或是在比賽中會看到別人跳舞 所以我們也其實蠻會觀察別人的 就是看他可能從運動的項目 或他的姿勢 他的體態 就可以知道說 他可能不太擅長什麼項目 對可能不太擅長上半身 不太擅長下半身 或是不太擅長協調的東西 都其實都看得出來 都看得出來 好 這一題還有誰要回答嗎 好 跳舞 好 OK OK 好 再來呢我們要問一下 就是說 高雄斯巴達好像你們也發表了 這個主題曲對不對 他們第一首的這個主題曲 沒在怕得喔 好 那這個也是你們四位一起的合唱 然後這樣子一起合作 對這首歌比較特別 這首歌不只是我們四位 然後還有包括夏木還有呂捷飛 然後這首歌是由知名的製作人 圖會員老師以及所納所編曲的 那這裡面大概會有六七個人的聲音 所以我們之前都沒有這樣唱過一首歌 所以這是一個大家族合唱的感覺 對然後是一首很熱血的歌 希望大家可以在可能斯巴達訓練的時候 我自己運動訓練的時候都可以聽這首歌曲 好像還有一個口號是不是 對 這個 阿魯阿魯阿魯 要喊三次 對 沒有喊三次 好 所以一面唱歌啦 然後這個節奏上也可以喊一下阿魯這樣子 自己運動的時候就加油打氣 那我聽說除了這個沒在怕的之外 其實你們 就是BTOD啊 跟舒涵啊 你們還有合作一個單曲叫做 要不要約一下 那這個我就很好奇囉 是講這個戀愛約會的那一種 喜歡的要不要約啦 還是說呢 一般朋友呢 約出去玩的那一種要不要約 這個我們就留給大家一個懸念嘛 看你要做什麼用途都可以阿 我們都是比較健康阿 約唱歌約跳舞阿 什麼是不健康的 對阿 什麼是不健康的 可能約一些比較 夜晚型的 我們節目都很健康 泡湯阿 對 好又是一個尷尬 然後 那接下來我們再問一下 就這首歌呢 要不要約一下 大家就去一樣去聽一下 那個應該現在平台搜尋一下 都有 都已經公佈了這樣 然後還有一首齁 就是奇洋的作品 叫做 你的名字 那聽說呢 這首歌從詞曲創作 製作都是奇洋你自己一首包辦 然後還用那個 就你很喜歡嘛 然後國外比較流行的這個 嘻哈曲風叫做 Drill Music 那我就很好奇喔 那這個曲風的特色啦 你是不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它吸引你的是什麼 其實我會喜歡聽這個曲風 是因為現在國外 是不是都很流行拍一些 舞蹈影片 就是手機現在流行 reels阿 或是抖音 然後他們會用一個曲風 就是 叫Drill Music 然後他們會 有一個這樣一直踢腳一直踢腳 好像丟高的一個舞蹈這樣 哈哈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很好玩 因為我們就是想要做 可以跳舞的音樂 所以我就去研究了這個音樂 然後在大西亞時代的 第一次初選 我就唱這首 你的名字 然後結果反應還不錯 然後那時候 傑森也有在榜單上 流滿久 所以就是蠻開心的 對 所以 這首歌 你們會陪著他跳嗎 還是 有耶 其實 其實這首歌 目前我們有幾次演出過 我們都有跟他一起上台跳 但我們人都沒有唱 因為這是他的歌 所以我們就在旁邊 對 在旁邊跳這樣 是是是 好 那今天我們很開心 就是呢 在這個高雄市政附近 我們就約了一個 咖啡敘事曲這樣的地方 然後也邀請到我們幾位呢 年輕的朋友 PTOD的 子謙 還有 齊揚 張龍 張龍 好 舒涵 好 我們幾位好朋友呢 就是在這邊也跟大家一起 在節目中分享他們最新的一些動態 然後提倡運動啊 健康 高雄斯巴達 對了 什麼時候要報名參加 他的那個活動 你們誰要來講一下 現在都還可以報名 對 但是因為時間已經快到了 他是有 四月十五十六 然後從小港公七公園 沒錯沒錯 所以大家想來一定要趕快報名 然後網路上 你查 48打 FB上都有社群 然後也有社團可以加入這樣 嗯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結束吃午餐了 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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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